大家好 我是曹卫东 近期俄乌围绕着黑海运粮的航线展开了比较激烈的博弈 因为本来如果把这条航线开通的话 乌克兰的粮食可以从黑海的航道运出去 特别是可以经过土耳其进行相关的中转 那么非洲的一些粮食 比如说危机或者缺少的话 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那么欧洲的一些国家的粮食也可以得到缓和 起码对平易就是世界的粮价的上涨 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然对乌克兰自身而言 它既然出口了粮食 当然就可以换到更多的钱 就可以对自己的国家的支撑 或者是各方面的需要有比较大的补充 而现在它是利用这条航道上 把这个就是民用的这些船只的下面 或者是附近部署了无人的前航器 然后借着这个航线 因为俄罗斯对这条航线是放开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让这些无人机让这些前航器折转 然后打击俄罗斯 就是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的基地 打击它的旗舰 打击它的扫雷舰艇 所以这样就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舰艇造成了损伤 当然尽管俄罗斯说这个损伤比较小 但总是有损伤吧 总是有打击吧 所以俄罗斯说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要中断 这个就是原来跟土耳其乌克兰签订的这个协议了 那你以后这个粮食就不能走这条航线了 经过就是联合国呀 还有土耳其呀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斡旋呢 现在这个俄罗斯态度呢 又发生了一些转变 就是如果乌克兰能够保证不用这条运粮食的航道上 就是作为军事用途 你比如说下一步 你可能把这个民用的船只混合在航线里边 你到时候跟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舰船进行同归于尽怎么办 因为你可能或者从这些船上释放出无人机怎么办 或者是在这些船只的掩护下 你来打击就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舰艇怎么办 你必须有一个前提 就是不能把这个航线 不能把这些民船作为军事上的用途来加以使用 那么俄罗斯还可以允许你使用啊 这样的航线 那我们说这个俄罗斯在他的黑海舰队受到打击以后呢 采取了一些报复的行动 并不是说他也要打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舰支 因为他不存在这样的作战的舰艇 那么他打的是乌克兰的一些陆地上的民用设施 主要是动力设施啊 或者是能源设施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啊 作为一种报复 实际上也就是警告乌克兰 你如果再利用民用的船只 民用的航线实行军事行动的话 那我也打击你民用的设施啊 民用的设备作为一种报复 而且你打击我两艘三艘船只 我可能打击你六个目标九个目标 也就是进行一种不对称的 不对等的这种报复 所以我们还要看就是下一步啊 这一条航线恢复以后 世界粮食的这个价格 或者是呃这个趋势吧 可以得到控制 但是呢就是看你军事上 还实行不止是应这种 就打击俄罗斯军事船只 或者毁灭他黑海舰队的啊 这种啊意图或者图谋了 只有就是俄罗斯能保证 自己黑海舰队的安全的前提下 他才会有条件的放开啊 就这条民用的运粮的航道 但是我们说在这件事上 实际上美国英国北约 很多的国家都插手了 给乌克兰提供了不同的帮助 那么如果这种行动 在下一步还要得以啊 就是实施或者继续的话 那我想实际上乌克兰 他可能遭受的损失 还是一些就是自己国内的基础设施啊 民用设施受到更大的这种毁伤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